我和杏林就属于那种 就是 天哪 你竟然在 然后我们竟然有时间 赶紧然后跑进来 然后赶紧分享信息 花几分钟的时间 要更新 要疯狂输出 然后跟对方讲一下 发生的事 近况 因为不然就是不知道 下一次能再见面是什么时候 我们每次相遇都是碰巧 对 都是碰巧碰出来 对 碰出来 然后你有时间吗 我有时间吗 我有 赶紧聊 赶紧赶紧 第一次说明发布之后 然后我跟杏林说 我这次真的可能会走了 然后他就突然 就是他的反应把我吓到了 我干嘛呢 他跟我说什么 你别这么说 就是你走了之后 我要怎么办 他说了这样子一句话 然后我那时候没想到 第一次 其实说实在的 好多告别的人 我不熟 第一次过后院 我确实第一次很难过 但那一次以后 我就觉得没有必要难过 我觉得 特别走的人也 如果有一天我离开 我也希望我自己是开心的吧 对啊 对啊对啊 我也不希望人家替我难过 这样子的 应该是这样说 所以我很开心 明天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但是我觉得会越来越难 因为你越往下走 你认识的人会越熟 但是我觉得 好的是大家在这里 因为这个机会 大家抽到一起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